卓維斯上任45天宣布下台 但其實英國所有卸任的首相 都可以由公共職責成本津貼中 申領每年最多十一萬五千英鎊 以補貼卸任後投身公共事務的開支 據內閣辦公室表示 這些津貼是因應手上卸任後 在公共生活開支上提供的協助 其中包括辦公室租借和秘書報銷 照請員工等費用 但津貼不可用作私人用途 除了津貼外 離任的首相還可以申請一筆 不過18,860英鎊遣衫費 這相當於首相三個月的薪水